大家好,我是大树 很多朋友关心我的近况 担心我是不是没魔供给整治了 那这里呢,大树要感谢这些朋友一直以来的关心 其实我很好,我就是最近太忙了 没有精力和时间来更新这个频道而已 那之后呢,我要是闲闲下来的时候呢 我会继续更新这个频道 好,那开始咱们今天的内容 那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不久在红社会里 发生的美大高速公路坍塌事件 那仅仅39秒钟,48人就命上皇权了 那当时这个事件呢,惹怒了很多老百姓 很多人认为这是豆腐炸工程 要追究当地政府的责任 那正当当地政府对此事不知如何推卸责任之际呢 习大的竟然站了出来,主动背锅了 竟宣称美大高速公路坍塌为自然灾害 所以这个事件啊,很快就被官方给打压了下去 然而啊,时隔不到两个月的今天 陕西炸水高速又塌方了 而且本次的悲剧呢,也是和美大坍塌事件是一样的 一群人在大半夜里开夜车 开着开着就掉进了阴沟里啊 最终命上皇权 那么本次坍塌事件呢,官方说是11人遇难 还有30余人失踪啊 其实看到现场的这个情形的朋友们呢 也都知道啊,这30余人失责就是遇难了 所以呢,很多朋友啊,看完这个事件之后呢 就剑指当地政府偷工减料啊 专搞豆腐扎工程啊,炒奸人命 然而让人更加气愤的是啊 该事件一发生啊,当地政府啊,就开始甩锅啊 就称,瞧面坍塌,完全是因为降雨所至啊 那因此呢,一时间啊,网络里啊,是骂声一片啊 所谓的中国速度再快,也要中国质量吧 这可是人命关天的大事 人作孽不可活,都是豆腐茶工程惹的祸啊 所有的工程层层外包,把利润压得太低 你说工程能保证质量吗 古人造桥是为了结实,所以能用几百年 现代人造桥是为了赚钱 所以只能管几年 设计单位无责,施工单位无责 建设单位无责,行政管理部门无责 驾驶人员有责 当然呢,我们的魔共也不在乎这些啊 因为只要一件士灵士啊 就可以无耻地屏蔽所有人的言论了 我当你个火烫,烫到就起来了 那么本次事件啊,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争议的事情啊 那就是红社会啊,还不忘洗脑民众 鼓吹啊,当地的春枝树啊 竟然为了救人,而把自己的喉咙给喊哑了 你嗓子咋哑的? 嗓子那个喊嘛 就是在那个河道边的 19号道啊,雨也大,水也特别大 那个四座的那个村民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就是说,我们看见那个 寻查的时候看见一个那个车嘛 灯是亮的,但是在那儿掉下去了 然后他们三个人 他们又是喊,又是招手,又是打那个闪光灯 还有一个就是拿衣服在那儿昏着灰着 后来那个车慢慢慢慢地发现有点不对了 这种硬性的广告,其实看了的人都觉得很假 我们都知道,这个女书记啊 她的嗓子哑不哑,其实和这个事件没有多少关系 它不是事件的焦点 但是新华社呢,竟然把这个女书记变成了焦点 那这实则呢,就是魔供一贯的伎量 就是转移视线 淡化矛盾 那么打心底里讲啊 我特别讨厌魔供这种伤势当喜事办的操作啊 明明是这帮人偷工减料 搞豆腐渣工程害人啊 结果现在人家又摇身一变 成为了伟大的救世主 大好人 我就想问问 一个大桥坍塌 不应该查明原因 追究责任吗 你不然的话 你如何从这次的悲剧中吸取教训 从而杜绝下一次的悲剧呢 所以啊,从魔供的种种操作来看 我们可以预见 类似的悲剧将很快到来 另外啊,除了陕西的暴雨洪涝之外呢 在这段期间啊 最受外界关注的就是 河南的暴雨啊 那么大家知道啊 河南先是干旱 后是冰雹 现在呢是暴雨加洪涝啊 总之是多灾多难 而其中河南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郑州啊 如今郑州城内啊 多处积水 7月22点7点的郑州27 我的天啊,车都下不去了 好家伙啊,你看这浪潮啊 乍眼一看以为是海边 再定睛一看才发现 原来这是郑州城内啊 事实上呢 咱们别小看啊 这场积水啊 它的出现啊 已经透露出了很多安全隐患 甚至发现了城市里的很多问题 那么有市民拍到 很多积水路段的下水井盖 竟然不见了 还有民众呢 更是触电 倒在了水中 生死微卜啊 你想给他捞过来 捞到这边 捞到这边 不知道他有没有电 对啊,这我也不敢 撑一个 不仅如此 2021年 淹死了多人的郑州京广隧道 在这场大雨期间 又开始倒灌了 说到这里啊 我们也不禁要问啊 如果 逢雨大雨隧道 隧道就倒灌啊 那么对于这样的隧道 潮湾有一天 我相信它还能成为 吞噬人们的野兽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 有危害的地段啊 难道不应该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吗 并对隧道进行整治吗 哈 我们再来看看 郑州东站的水帘洞 可不可怕 搞不搞笑 当地居民一看就是郑州东站啊 漏了这么久了 都无人堵住这个洞 大家就可以想象 魔供的漏洞 它得有多大 那么从无数的事实来看 魔供就是魔供 从不止悔改啊 也就在郑州大雨来的前几天啊 民众讨论最多的就是 郑州政府啊 耗资25亿的金水和综合整治工程 那么这个工程呢 竣工不到半年 在本次大雨中啊 也是在河水 还没有漫过塌方处的情况下 在河坡竟然自然塌方了 所以网友大骂 郑州政府偷工减料 大搞豆腐渣工厂 那么大家试想一下啊 如果连大坝啊 水库这些都可以糊弄的话 那桥梁这些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是吧 所以呢 一路看我节目的朋友呢 都知道啊 我说魔供啊 在中国埋下了很多定时炸弹 不知哪一天啊 这炸弹就会爆炸 还是很多人 咱看我的话啊 每天都在应验着 所以对此啊 我也想和那些 总觉得自己是小老百姓 总强调自己 不参与政治的这些朋友说声啊 今天你觉得你不参与政治 但这并不代表政治不参与你啊 因为政治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啊 而有一种政治呢 就叫做民生啊 所以当你们不参与政治的时候 就意味着你们放弃了自己的民生啊 你自己的生计都不在乎的话 别人为什么又会在乎你们的呢 那对于冷酷无情的魔供来说 那就更对你们实无忌惮 你们也知道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这么个道理啊 那么为什么在魔供这一块 你们就认为魔供就是完美无瑕 就认为全世界都在针对中国呢 为什么你们的原则和法则在魔供这失效了呢 如果连这点基本的觉悟都没有的话 早晚有一天政治就会整治到你们啊 另外啊我们也可以观察啊 看看接下来安徽是不是也会发生洪涝啊 因为安徽是下游 郑州的水要想处理掉啊 必须要经过安徽 那么现在安徽的水位线正在超出警戒线的范围 那么就看安徽是不是会下雨了 如果安徽一旦下雨啊 洪水马上就来 我现在是在尹上县王港镇的一处围地上 在我的左手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条河的河面非常的宽 远远望去啊水是白茫茫的一片 这条河呢就是尹河 是淮河的一条重要支流 受上游尤其是河南的降雨影响 现在啊尹河的水位不断的上涨 目前已经超过了警戒水位 在我的右手边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一些机械正在施工 就是取土来加固这个围堤 目前那个尹河啊 我们往港镇内这个全线超紧 这几天我们总共出动20台这个大型机械 有800人左右的人员 对我们大迪这一块进行全面加固 我们在现场已剪走12个小时 如果不解到上级撤退的命令 我们一直在一线战斗到最后 别的村里也就来绑门 所以我们更要尽心的绑住 保住了这里就保住了我们自己的家园 再有啊 如果安徽啊要是突降冰雹的话 你们就自己想想吧 其实这些所谓的天灾 根本就是人祸啊 就是魔供蓄水泄洪导致 你不信的话啊 我们一一都会应验啊 再来呢 除了河南暴雨之外呢 四川也发生了大暴雨 同时呢引发了泥石流 那其中马列香最为惨重啊 夜晚间滚石俱下啊 很多村民呢在睡梦中就告别了这个世界 而且有三十余人失踪 那么我注意到啊 有很多朋友拍摄到在这个泥石流的附近呢 其实还有山洪经过啊 而且这个马列村呢还有个马列河坝啊 所以呢我现在就怀疑啊 这些洪水泥石流是不是跟这蓄水的河坝有关系啊 因此呢如果大家有时间的话啊 也可以去查查看啊 看看这个马列河坝是不是在马列村的上游 如果是的话啊 那么就说明这一切的悲剧实则就是一场人祸 那么视频的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说啊 其实这些天灾这些人祸还会陆续的发生 未来呢大家将会看到更多 因为这些定时炸弹它本身就是豆腐渣工程 它的质量就不合格 那么随着时间的催疑啊 这些质量就会凸显出来 那么这些定时炸弹就会爆炸 所以未来的中国一定是多灾多难 因为我们的魔供埋下了很多这样的炸弹 好了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为什么有些人总死于这些人祸当中 那看完这个视频 或许大家心中就会有一个答案 特别 bitten 问我一下 你先还是 żeby你们 Killer 完全当 últimos击底座 疯 Mechan dan Start 已经开始 domu 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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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cookies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